巴黎海边枪声大作 陆军269里云豹甲车进入战术位置 阻止敌军来犯 云豹搭配M60A3战车 国造武器装备展现强大打击实力 而东部外海田单军舰飞行甲板 S拐动反潜直升机起飞驱离 台东清泉岗基地IDF战机紧急升空 全面反击 为期五天的汉光演习落幕 不过政府加强军备战力脚步没停 行政院拍板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五年预算2400亿 采购国造飞弹以及机动发射车 雄风飞弹就是这次采购重点 包括陆基型雄三飞弹机动发射车 与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增程型雄三飞弹 跟外传超过1200公里射程的雄二一增程型雄生计划 全是国内生产 光是一颗雄三飞弹 雷达遮罩 弹身耐热材质 都得靠英哥陶瓷工厂 而昆蓬发动机更是战机延伸 整颗飞弹超过一半都是MIT 就连飞弹发射车台 后方的耐冲压装置是铝合金系统 耐热也靠陶瓷 而台湾的车台机座弹箱 前景顶2400亿有三分之二都用在国内 专家预估可创造4800亿经济效益 一个飞弹的总预算里面 大概三分之二都会用在国内 电子业大于机械业 然后机械业里面材料业 材料业大于一般的传统机械业 蔡总统上任致力国防自主 持续挹注庞大经费资源 强化台湾防卫能力 也带动相关产业链 三兄攀钱花钱好台北超